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 祝福你成功 这闪电就如美梦 不想引人黑夜容 就算他过得很窮 买他仅有的种 Hello 大家好 我是YY 今天是2022年3月 是不是18号 17号 17号 因为昨天才说 印度神童之 昨天3月16号会有大件事 这个股市 大件事升了9% 今天这条影片就是说风水出事系列之清瓦台 韩国总统府清瓦台 我刚才唱的首歌 这首歌就是唱给乌克兰总统 形容一下他的心情 我还有一句 大家猜猜一下 也是那首歌来的 难道你没原则 起身那初从 取旧情断送 我觉得这首歌是 这首歌的歌名也很适合他的 这样 昨天我听到有波兰 捷克 斯洛福尼亚 三个大人物 特意去乌克兰 去探望乌克兰总统 我觉得很触碰 这首歌就是在唱这些人去探望他之前的感受 现在应该会好一点 有人去探望他 好了 那我今天这条影片 说回这条清瓦台的影片 我猜今天这条 这个视频应该说不完的 我应该还会继续在为这个清瓦台 再开另外一些影片 而今天呢 我就想说多一点 关于清瓦台的背景 和一会儿和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新的总统叫做 韵石穴 是不是 卓穴的穴 韵石穴 他那个 还没说 口 韵石穴 他的八字 就是我们慢慢混入 这个清瓦台风水这个事件里面 有很多朋友都相信 隐隐约约 隐约约 好像韩国总统他常常有事 所以我给大家一些背景资料 好了 话说 新的总统 选了出来 也有朋友跟我说 可不可以看看他的八字 我一直 这段影片会有些八字 我另外就是 讲了一些歌涉 朋友卖来 跟我说 韩国总统选了出来的那一席 我便说 要他不要住清瓦台 整颗的住清瓦台出事 即是現在的韓國總統府 我認為它應該風水是有些問題的 否則沒有理由反反覆覆都會這樣的 要講一點背景就是青雅台資料 其實青雅台現在建造那個台的那個位置 其實已經很久歷史了 1426年如果我上網看的話 由那時候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在之後講青雅台 之後那條片可能會講一講它的外局 還有那些生氣 昆倫山 那些生氣 但這條片就沒有去到那裡住 那麼它由1426年開始 然後就是比較近近 近代的比較多Rumours 就是由1937年 以前應該曾經 曾經以我理解整個資訊 就是青雅台突扁了 對不起 它青雅台之前不是叫青雅台的 不知道叫景武台 那樣的 那後來就被人 即是被日本突扁了 突扁了就另外再建 建過他們想要做出來的總督府 那樣 那有些傳聞的 說那時候 在他們建的時候 說周圍打了一些鐵的鐵枝 鐵釘類似大鐵釘 說是用來 即是日本想著是 即是要將這個地方 所謂叫做 就用一些鐵枝 打著它 就周圍這樣散布這些鐵枝 好像是一些類似 一些witchcraft 即是有些叫做 一些邪屬在那裡 聽聞聽聞是這樣 那 或者我之後可能都會補充 一點點 找多一點點資料 那後來呢 它就 去到四五年的時候 變成了微軍政廳 然後去到四百年的時候 就真的變成總督府 即是總督府 然後呢 現在呢 現在我們看到 青色的青瓦臺 應該以我看資料 希望沒有給 即是老點 就是應該是八百年開始 盧泰宇去新建的 所以現在是看到 它那個藍色 藍藍青青那樣的樣子 我不知道它之前是怎樣的樣子 還沒有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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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去到那個位 但總之 現在我們眼看到那個 應該是八百年開始起見 那 八百年前呢 其實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即是那個 那個 那個 location 即是做政廳 做 president office 已經是那些 那些總統都已經有 不同的問題了 這樣呢 但是八百年之後呢 我們鎖書一下資訊 這樣 我剛才摘出來 盧泰宇 八百年到九三年 入獄 金泳山 九三年到九八年 被驅逐出境 連接著 九八年到二零零三 金大宗 被控選舉舞弊 那他應該就沒有入獄的 但是兒子就入獄 然後最慘就是盧泰宇 就是2003年到2008年 這個呢 應該是好總統來的 很多人喜歡的 那就說 他被屈收黑金 那些政治獻金 後來他以死 自殺死 以示清白 你知道韓國人很喜歡自殺 這樣 他以死 以示清白 而文說 勞武院之所以自殺被屈 其實就是跟後面那個李明博有關係 李明博就是 應該是 後來聽回來 好像是他砌造故事 還是怎樣呢 總之背後有些力量去屈挖勞武院 那樣 勞武院那時候 就是他有個政治助理 就是文在寅 文在寅很幫勞武院 他看著勞武院 據聞一下 看著勞武院 因為被人屈 所以自殺 所以文在寅 是 就是 見到所謂good friend 走來被人屈而自殺 後來是 發誓要幫勞武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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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就是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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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移圖的位置 出來被尋找尋蕊 好了 李明博呢 李明博呢 自己也沒有出事 但是呢 他在在位期間08年到13年之間 其實都有很多是非的了 而 而他真的舔東西的呢 反而是 他家裡的阿哥 阿哥因爲受賄而被捕 是在2012年在他在任期間 後來就是到朴槿惟 大家都知道 將他鎖到監倉 鎖到他臉上 很順霸 看到他都很可憐 近來好像是突捨放出來 然後就是文在寅 暫時見沒事 到現在尹錫瑜 尹錫瑜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每個總統都是這樣 之前都是這樣 其實每個總統都是這樣 而之前作為總統的辦公室 都是有這個跡象 就是入獄什麼的 真的要想一下是個地位有問題 我們如果不是想外局有問題 就要想外局整個地位出了問題 還有會不會是日本人文說 周圍在釘那些釘出來 但又沒有起那些釘出來 會不會是那些巨文的釘法 在搞事呢 我今天就看看尹錫瑜 就叫了他的誕生日 出來 就是看看適不適 首先我們看看適不適 他住青瓦台這個顏色 如果你們有上網看的話 青瓦台的顏色就真的 其實好像我這隻藍色一樣 是不是呢 軟軟的 還是這隻有帶一點綠色呢 不敢肯定 因為都是看圖片那隻 遠看其實顏色很耐看 有一點小小小的 baby blue 有點 pale green 那種感覺 你問我我挺喜歡那隻顏色的 但是這隻顏色 究竟我們只是看這個位置 這隻顏色究竟合不合 現在是阿尹總統去住呢 這樣 我們來看看他的白紙 剛才那個birthday 叫出來的白紙 就是庚子、茂子和庚神 他這個白紙都挺陽光味 其實是剛剛才看 那麼就是一個金命人 就月齡不透光寫錯字 月齡不透光 就因為月齡不透光 我現在就這樣看的話 他生若命的機會都比較大 而另外他的八字 是絕對就這樣看 是欠木火的 那麼我就 理論上他應該要補木火的 又這樣說 他這個moment 走到大運 2017年開始 他真的在補木火給他 但是你問我 他補得好不好呢 我覺得不是幾好 有些空障 為什麼呢 因為他無論是天干和地支 也好 就是大運天干地支也好 都出現有和他的八字沖的狀態 所以在我心目中 又沖過日煮 又沖過月齡 所以於我 smell not good 不是幾好 表面上看起來就補木火幾好 但是呢 又不補 如果要的話 不如補月齡 月齡不就更好 但是他補個甲五 我就覺得是 帶來的空障 是大過他的木火幫他補身 而另外他的八字整體就是 因為剛才所說他補木火 但是他就 壓總統府就是一個藍色的 很水重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不適合他用 我看上去是不適合他用 所以在 不要住在這裏 他應該 可不可以 油過些顏色 做些 周邊旗人都這麼多 綠色的東西在裏 我想 起回 橙色 橙色 或者是 紅紅的 如果真的 嚴格一點去說的話 當然不是 歪歪說 他就早來會轉 當年定得出 用這隻藍色 當然是有原因 不過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樣 好了 今天暫時去到這裏 我們暫時去到這裏 這個 藍色的 這個 青瓦台 究竟是 合不合 阿韻山的八字用 我們知道了 過往青瓦台發生 住在裏面的 總統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請給個讚 下一條片 應該會 開始講外國的事情 因為外國我沒有資料 我唯有看外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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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